我是一个疯子 被一群变态关在了这里 而这一切还要从昨晚说起 从米罗说我疯了之后 我的精神似乎真的有些不正常 那本天书上的字 只有我看不到吗 我一把读过那本书指向他们 你们说我疯了 这本书不是空白的 有本事你们在读出了一篇试试 你们一定是想像那个嗑药的爱豆一样 拿我当奴隶使唤 快告诉我 这座导顿名字 可男主人却异常的淡定 你知道我们国家 有多少座无人岛吗 你觉得所有的岛都有名字吗 我疯癫地大喊着 你在胡说什么 男主人见我如此 淡淡地说道 先生 他的状态很不好 把他隔离起来 我扭头看去 之前那个黄毛已经来到了这里 手里端着一把猎枪 接着男主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路过黄毛的时候 我看着他轻轻地把一个小纸包 塞进了黄毛的口袋里 就算在黄毛的威胁下 我再次回到了这间小木屋 而这次 是被锁在的里面 一生之后 我躺在床上气得牙痒痒 苦苦思索着破局的办法 绝不能一味地等着罗美回来救我 我想办法自救 明明见到那对情侣来到了岛杀 却不在别墅里 那就说明一定还有其他的建筑 或是密室之类的 而首先 我必须要先从这里出去 我在大屋里翻找着可以破门的工具 还好让我找到了一节水管 而在水管下面 是一套飞镖 这东西出现在这儿 不太正常吧 更让我震惊的是 飞镖的背面 又是一张那神秘的马赛克照片 背后果然还有一个数字 是酒 这东西 到底代表了什么 就在这时 那熟悉的秋千声再次响起 有光之下 那个荡秋千的小男孩再次出现了 这次 绝对不是梦 我的手机在他那里吗 像梦中一样 小男孩跳在秋千 向树林深处跑去 妈的 这次我绝不会让你跑掉 有水管砸碎玻璃 飞身从树上跳了下去 并且想抓住秋千的狼个 单手一滑 瞬间失重 像可及时抓住了锁链 这才有惊无险地落地了 我主着秋千大口大口地 喘了几口粗气 接着向男孩的方向跑去 不知跑了多久 我似乎来到了梦中的那片草地 小男孩就在前方不远处 这地方处处透露着诡异 我不愿再次久留 小朋友 把手机还给我好不好 我知道你最乖了 可那小孩只是微微地扭头 看了我一眼 对我冷冷地说道 手机 不能还你 因为我从来没拿过 是 什么 明明在你手里啊 这时耳后一阵阴风吹过 我吓死地回头望去 只见几只体型巨大的猪向我走来 它们红着眼睛 一步一步向我鼻涕 我吓得闭上眼 可当我再睁开时 它没有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真的 疯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